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我爱马前炮的股票 以及期货教室 台北股市在今天 二月台子结算的同时 我相信这个行情 对很多人来说 绝对不是喜出望外 而是大出意外 意料之外 为什么 因为就是 加权指数的本身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昨天 行情才创下波段新低的同时 今天反转向上 拉了一根中红线出来 拉中红 对于昨天 我们看到 加权指数 或者是 期货指数 持续沉沦的同时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今天 如果说反弹的话 OK没问题 可是 反弹不打紧 就说这一个 弹升的幅度 就像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却是大出意料之外的同时 市场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市场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行情 如果说 就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 它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今天你想不到 这个行情会呈现 这样风貌的话 表示 你今天就在市场上面输钱了 而这个行情是什么行情 这个行情 从上礼拜 四 见到波段高点 却于月线之上 反转向下 所带出来的 到今天为止 五个交易日过去了 我们看到 一件事情 月 即 线 即将交叉 交叉什么意思 交叉有两种意思 第一个向上 第二个向下 可是就现实面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 月线持续的 把这个指数压下来 那月线持续 把这个指数压下来 它带出来的一个结果 等一下再跟各位 再进一步的 做一个分析的同时 我要让各位来看 这段行情 这段行情你觉得 好不好做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很多投股老师都说 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 就是说他们天天在市场上面赚钱 可是呢 只有当他的会员才知道 这个行情 事实上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难度很高 因为我们看的行情 很简单 就是 你看到的 不是你所设想的未来 这句话怎么说 因为你看到行情 好像会往上 可它反转向下 你看到行情会往下 可它反转向上 这就是市场 那市场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一段行情的架构之下 这句话 就成为了 这一个阶段的主轴 这句话什么意思 在金融市场上 只有受益者才知道真相 简单的说 就这一段行情 它考验的 是我们在市场上面 能不能 比别人早一步 知道市场的真相 能比别人早一步 知道市场真相 我们可以扮演赢家角色 如果说我们只是 浑浑噩噩的随波逐流的话 这个行情不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可能受到的 却是一个所谓的重伤害 为什么这么说 等一下 各位来做一个清楚的比较 而就是在这个同时 我要让各位理解 受益者才知道真相的同时 各位是不是 就是在这一段行情 或者是说 也不是说在这一段 在你收看锁定 我爱马前炮的影音节目开始 你就是市场的受益者 我相信在之前 所有的事前分析 很少 我也不能说没有 很少让各位失望过 很少让各位失望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大多数的时间 都可以知道市场的真相 你可以知道市场的真相 从上礼拜四的2月13号 当行情攻破月线 却于月线无功而返的同时 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这边它所进行的是什么 所进行的是月季线的角力战 坦白说 这个月季线的角力战 它不需要太高深的协问 只要就是说你在市场上 有一些经验 你就可以知道市场 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它公 就是说公高到突破月线 再从月线上面折返向下 你告诉我 月线的压力 它是不是实质的存在 如果说它实质的存在的话 它在突破季线 往上 却于月线反转向下 所带出来不是月季线之间的角力战吗 而这个角力战在持续进行的隔天 如果说你认为 它受于月线之上 表示多头胜出的话 我告诉各位 从成交量的观点 告诉各位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就是这个月季线的角力战 它还要继续进行延长赛 延长赛 为什么 因为量 量不足以把这一个行情 做一个所谓的月线之上的强势整理 就此轻云之上 这是当时告诉大家的 而到了礼拜一 你看到行情跳空往下 马上 马上翻脸不认人的跌破季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形成的 依然是月季线角力战的持续 持续进行 到昨天航行进一步的跳空重挫 白点之上的同时 它带出来一个相当清楚的事实 就是这个事实就是 月季线因为航行的下跌 即将出现交叉的情况 而今天航行虽然 就说大涨了109点 可是它没有改变 这个月季线即将交叉的事实 在它没有能改变 月季线交叉事实的同时 这时候我要请各位来 看几件事 这个事 它就对我们的操作来说 是至关重要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今天的高点 今天高点在什么位置 11783 今天高点在11783 收盘在11758 表示从上到下 拉了25点上影线出来 拉25点上影线 相较于就是说 这一个实体的中红来说 坦白说了 你也看不出来 它的中间的差异性 到底在哪边 可是我们说 就说这个魔鬼 魔鬼藏在细节里 或者我们可以说 细节决定了我们成败的同时 各位所看到的 各位所看到的 它不但 不但是收在月线之下 而且它还是收在季线之下 盘中一度 它曾经站上季线 来到月线 可是收盘 它却收在月线 季线之下的同时 所衍生出来的 就是这一个趋势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既然它的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在这一个 月线折返 然后做了一个 涨跌 涨跌 涨跌速度 来回转换很快的同时 它只是告诉我们 这个向下的趋势 带出来一个 震荡幅度 加剧的 这个短线的交易情况 而这个短线交易情况 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是在于 这一个趋势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任何 反转的迹象 反转的迹象 这是我们就是 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针对二月份 台指拉高结算 可是 却我们知道 我们却知道 这个拉高相较于 二月份的开仓价格 多头事实上 在这个二月份 并没有占到 不但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而且很多做多的人 在二月份的实际交易 很可能 不但是伤痕累累 甚至 甚至有很多 在看多做多的人 在这三天 在这三天 就在市场上面阵亡了 这个时候 我要问各位的是 如果说 二月份 所带出来的是巨幅震荡 它对一些人来说 是受到了一个 重大伤害的同时 你知道一件事情 期货市场 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而这些 在市场上赔掉大钱的人 他们的钱是被谁赚走了 就像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市场上 这个市场上 你只有知道真相 你才能成为受益者 而只有受益者 才知道真相 这是正反都说得通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让各位了解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在新春开红盘那个时候 对我们来说是造成一个相当震撼的 这种感觉的话 事实上那也已经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 可是如果说就上礼拜 当二月台指创下颇段新高的 二月十四号礼拜五的当下 告诉各位 它的创高 只是为了做出一个破线少停损兼幼多的动作 因为它即将形成一个不规则双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各位来说 对各位来说 这不规则双顶五个字 有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告诉各位有 什么意义 就是各位很可能嗤之以鼻 因为就是在当时当下我们看的 是行情从低点 或者是说从低档 做了两次转折之后 持续的往上攻高 根本看不到任何回头的迹象 所以对于所谓的不规则双顶 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一个主观 主观的看法 对于主观的看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只是听听而已 可是当时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为什么 如果说在当时加上了这一条 告诉各位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这个低点是在11738的位置 相较于行情拉高到11852 上下的间距已经拉开100来点距离的同时 这个时候告诉各位 它是一个不规则双顶的时候 我要请各位重新来想一件事情 重新来想一件事情 各位以为如何 我告诉各位 各位还是不以为然 为什么 因为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这个行情难道是你说的算吗 当然不是我说的算 因为你今天所有的分析都必须要经过市场最严苛的检验 不是吗 那市场是怎么检验我们的 在上礼拜五 告诉各位 它未来会在 会让我们看到 会有比11738更低价位的同时 星期一 行情一开 跌破了11738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再来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不规则双顶的话 你会不会认为为时已晚 会 为什么 因为行情早就过去了 可是它没有过去的是什么 没有过去的是 这一个早知道 这个早知道难道要用千金来买吗 难道真的是千金来买早知道吗 或者是说这个早知道 就已经让你在期货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优势 这些所有的一切一切 就是说各位都可以 就是自己仔细的盘算一下 你的心情如何 看到这段行情 看到这段行情 你是耳手称庆 还是二婉叹息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可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 行情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 而停止 停止它的未来的走势 所以在当天 行情跳空往下 跳空往下 然后做了一个来回震荡之后 告诉各位 形态上 从一个不规则双顶 以及转换为一个扩散卸行的架构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我们的操作本身来说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帮助 就在昨天行情 开低往下来到什么位置 来到扩散卸行下缘的位置 带出来了一个逢低 承接买盘的力道 支撑这个股价 没有继续进一步向下沉沦 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扩散卸行靠不靠谱 如果说扩散卸行 是在它行情往下 探底的过程之中 所衍生出来的形态的话 在昨天收完盘的时候 也告诉各位 这一个行情从11852 做了一个阶梯式往下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做一个 技术性破线点线的动作 技术性破线点线 当然在今天的盘中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价位 可是在昨天盘后呢 昨天盘后 当行情一度往下沉沦到 11602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很清楚看到 市场完全呈现的是一个 技术性的走势 技术性的走势 在昨天尾盘破底 来到11627 今天行情跳空往上之后 很快的 很快的在一个多小时 就往上突破了 这一个阶梯的上缘 在它突破阶梯上缘的时候 所反映出来的就是 今天的行情 今天行情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 很明显的拉高结算 而且这个拉高的幅度 还相当出人意料之外的同时 这个时候 对于操作的本身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 面对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 如果说从今天 再做一个所谓的压回买进 或者是说破线买进 都可以成为赢家的同时 如果 如果说 在一个 就是说 所谓的有效率操作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在昨天就进场 比别人早一步进场买进多头 如果说我们可以 在昨天就进场买进多头的话 今天我们 坦白说 坦白说也必须要经过市场 来回震荡的 一个实质考验 可是 可是在操作的过程之中 就一再地告诉各位 今天你要在期货市场上 让自己发光发热 你所使用的方法 如果说是随波逐流的话 就像行情昨天 拉回创下波段新低 很多投资老师都在告诉我们 要小心谨慎的同时 你能使用 有别于别人的 投资方法 由下而上的投资方法 逆向操作的 button up的话 这个时候 对于你本身来说 你只要达到了 第六条 做趋势的创造者 第七条 比别人早一步买 也比别人早一步卖的时候 你在股票市场或在期货市场 绝对是实至名归的赢家 实至名归的赢家 绝对不是用嘴巴说的话 因为你一定要先让自己了解到 你要成为赢家 你有什么条件 如果说你要成为赢家 只是用嘴巴说的话 这个时候你脑袋瓜子 要不要换一下 当然要换 因为你必须要具备赢家的思维 赢家的思维就是在适当时期 建立合适的仓位 不用太早 也不能太迟的同时 这个时候如果说 就今天的行情拉抬 从早盘 早盘将近十点钟的一波拉抬 对于空头 对于就是说这个行情来说 对于这个拉抬的行情来说 如果说我们要去拦它的话 只印了那两句话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可是 可是等到它行情出现了一个 涨势停滞的现象的时候 10点39分 10点39分 二台只挂架 11784 正负两点放空 成交后停损设定在25点 784是什么概念 784就是今天早上 行情开高压回 再一路往上拉高 这个从下到上 160点的一波 一波惊人的涨势 它没有出现任何的细微波转折 没有出现细微波转折的意思就是 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之中 你要放空 带来的结果就是输多输少的 这一个唯一结果 可等到它从11797反转向下跌到 11749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表示 它的涨势 已经结束了 不见得 不见得 可是它最起码告诉我们 这个涨势 已经开始出现了 减缓的迹象 要不然它不会拉回来 那如果说今天行情 行情往上拉高 对空头来说是一个灾难的话 这个时候你要放空 是不是注定赔钱 或者是说 你在使用的方法 可以达到孙子兵法 上面所说的这两句话 必其风锐及其堕归呢 11784是不是一个好位置 我告诉各位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到11797往下拉回 第一个转折来到11781 11784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 然后再压回到11760 再往上突破新高之后 才正式的反转向下 在它正式反转向下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张单子取消了 取消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个第一时间点 你没有成交的时候 航行再往上拉高 它所带来的 是一个你所未知的 你所未知的情况 因为往上突破 你去放空 坦白说了 那真的是丢同板式的交易 如果说就它 就它就是往上突破 后面看起来好像11784 11784也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位置 可是就短线的本身 在一个所谓的安全考量情况之下 这笔单子终究是取消了 可是它没有取消的是什么 没有取消的就是你对于安全的坚持 今天如果说行情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任何对你有利的情况 譬如说你要放空 行情拉160点 你要就是说在这逢高放空 在这逢高放空 带来结果只有一个 就停损出场 可是等到就说行情有两个转折往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行情开始对你有利了 因为你在操作的过程之中 你会让自己决定 我今天要在市场上面做多 还是做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做空 你当然就要避其丰锐 及其堕归 那至于就说 在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如果说我们可以比别人早一步买 也比别人早一步卖的话 这个时候我请各位来回顾 请各位来回顾昨天 昨天早上10点32分 二月台指目前报价11680 超后往下跌破11674 机器操作者反弹15点 跟进放空的同时 这边各位所看到的 是在二月份的小台的部分 为什么小台 因为很简单 因为大台它有一点的落差 这一点落差是 行情同样的来到高点 11708 然后反转向下 小台来到11666 1166概念是什么 1666是它跌破了11674 跌破11674是什么 11674在跌破的时候 它是出现当冲第二次的卖出讯号 当它出现 当冲第二次卖出讯号之前 你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会员 跌破11674 机器操作者反弹15点 跟进放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小台的部分 是在11666 大台的部分是在11667 可是 可是我不能 我不能说 今天因为大台没有到 而小台到了 所以就说这笔单 它就不存在 因为有些会员它是交易小台的 在操作的同时 为了让自己 让自己在操作上面 对于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仓位的管理 可以更灵活的话 有些人可以把一口大台 拆成四口小台来做 两口大台拆成八口小台来做 这边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的操作规划 更为完善 所以在操作小台的话 来到1166转折 反弹15点是什么 11681 1681是什么 是一个转折空点 转折空点两段是往下 来到11647 来到11647 647是来到了 它要往上拉抬的颈线位置的同时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让各位 很清楚了解到 所谓的当冲事事 对你来说 它带给你的 就是天下无敌的这一个境界 而这天下无敌境界 就像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如果啦 如果说行情往下 拉回来10点42分 二月台子统一挂架 11648正负2点买进 成交后停损设定在25点 这个单子我也跟各位报告 跟各位报告 后面 后面 它带给 就是说如果说在 11648买进 带给我们的 也只是一些 也只是一些 就说这个小打小闹的利润而已 可是我请各位来回想一下 请各位来回想一下 这波行情如果说从11852反转向下 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在什么时候买进多头 你才可以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不就是在昨天 行情跌到11630 开始出现有买单的 就说这个买单的迹象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还做逢低买进吗 很多人就在 在就说这个 在操作的过程之中 或者是说 就说看着 我爱马前炮团队操作的过程之中 都认为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好像只会逢高放空 而做多呢 却是就说这个很少 看到我们就在进行这个交易 可是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从12000点之上 告诉各位 一定要居高思维的时候 那时候所有的交易 全部都是空单事后 可是他并不表示 我爱马前炮团队 他不会做多 做多 对于所谓的看空的人来说 你一定要在 最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进行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说在操作上面 对于所谓的看法 以及做法 带给各位的一个参考 而这个做法 如果说他所带出来的 是就是说在交易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让自己 不管在多或空 站在对你最有利位置的同时 各位所看到的 从2月13号的当下 清代会员11825 正负2点放空三口 先做卡位动作 然后隔天11827 正负2点放空 跌破11806 反弹15点跟进放空的同时 他所带出来的 就在高档 你所做出来的连续性动作 它代表的 你对于这个行情的坚持 到了隔天 2月17号行情跳空往下 早盘来到11702的当下 各位所看到的 各位所看到的 8点53 2月台址目前报价 11720 1825正负 正负2点空单 先回补 事实上 他告诉各位 一个 他告诉各位 就是这一个交易的意义 只在于他完成了一笔比赛 完成了这笔比赛 如果说就今天 2月台址 已经走进历史的同时 这个时候来跟各位比较一下 2月的行情 就像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如果说有很多人 都因此受到重伤害的同时 我请问各位 这些人的钱 跑到哪边去了 各位所看到的 会员所做的操作 从1月16号到2月5号 所操作的每一笔交易 带来的是529点利润 这529点中间包括一笔单 就是年前布的一笔空单 在12159 当天开盘的时候 先做了一个回补 赚进409点 所以你说就是这个交易 到底就是说是不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可以每一笔单 赚很多钱的交易 我告诉各位不是 可是各位所看到的 total赚进529点 然后2月6号 2月12号赚进134点 2月13号到2月19号 赚进157点 各位知不知道 2月份 2月份的台子操作绩效 总共交易了29笔 然后赚进829点的概念 是这820点换算成所谓的保证金 就是说跟保证金来做比较的话 是赚进了将近两个保证金 两个保证金的同时 这个时候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说 这一个绩效对你来说 它有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我告诉各位有 为什么 因为虽然它已经成为过去 可是它最起码可以让你知道 在这个市场上 有人在习货指数市场赚了大钱 今天如果说你要让自己 在市场上成为赢家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所谓的赢家思维 就在一个好的交易 是不费摧毁吃力 就可以完成的同时 这820点到底 到底各位看得上眼 看不上眼 坦白说 各位可以自行的评估 可是我却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今天如果说 你真的想在市场上面 成为赢家的话 你当然要跟着赢家的脚步 那在2月台子走进历史 3月台子即将登上舞台的同时 今天的拉台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在技术性上面 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技术性的破线点线 而这个技术性的破线点线 要确定它的方式 确定它的方法 就在于这一个示意图 明天的开盘 只要符合这种情况 你只要照表操课 按着这个示意图 做一个所谓的进场动作的话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在明天3月台子的部分 实际交易过程之中赚到钱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一个突破跟进 就是我们明天赚钱的 最重要依据的节目最后 再次跟各位分享赢家的心法 有钱人跟穷人看到的机会 都一样 差别只在谁先行动而已 今天你比别人早一步 加入我爱马前方号团队 你就比别人早一步 跨入有钱的门槛 那我想今天节目时间 进行到这边 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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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